各位亲友您好 我是全美亚裔最大一战事理财集团的经纪人Forest 余英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都开玩笑说自己生于满洲 迁居齐国 远及楚国 求学燕国 留学美国 在技术公司工作了一些年之后 独立职业 在房地产和理财两个领域做服务生 基督徒的家庭 太太是台湾人 喜乐 热情 善良 常常自夸自己眼光好 找了一个好老公 在理财受险这个领域 我一入行就遇到国内顶级的团队 非常感恩 非常感谢上帝的带领和祝福 渐渐我也可以带团队 陪新人一同走过懵懂 充实专业 建立自信 独立作业 受人信托 一直以来 我不断从我的导师 从客户 从同事学习很多 荣幸之余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湾区的精英们 这些专家们 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经纪人 以及他们近期所做的一些案子 经纪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哪三类呢 就是Captive Agency 然后MLM Firms 还有Independent Agencies 第一类 Captive Agents 专属代理人 可以翻译成专属代理人 大致相当于某些大公司主要是Mutual 互惠公司的销售部 基本上只销售自己公司的产品 Captive Agents 的优点是对自己本家公司的产品是非常精通的 对于那些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客户 Captive Agency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第二类是MLM 公司 Multi Level Marketing 多层级的营销公司 可以承销的公司有增多 不同的组织所代理的公司 从一家到十几家以上的都有 多层级营销公司的强项是团队建设 Teamwork 很多的领袖 很多的leaders 他们的演讲功力是非常好的 不要误以为MLM是违法的 其实在美国是合法的 第三类是Independent Agents 独立的经纪人 这类从业人员更靠近于Broker的定义 即不代表任何的公司 而是代表客户来挑选适合的公司和产品 有些组织缩写成为FMO、IMO、NMO、MGA 比较复杂 大家可以看BGA就可以了 Brokerage General Agency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 就是集合了大批的独立经纪人 各家保险公司都想要搭载的渠道和通路 一般的BGA至少代理10家以上的公司 有经验的客户 会要求他的理财师 或者是保险经纪人 为他准备多家公司的产品对比 自己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有些小的GA业务支持平台 资源相对少一些 但是一些顶级的BGA的 提供的产品培训 市场调查 人员培训 业务合作 保单协调 等等工作和业务 对于经纪人省事省力 来提高自己 对于客户买到更适合自己的产品 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综上所述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类型的经纪人 包括经纪人的机构 都有各自的特点 都有各自的优点 不过归根结底 您想要找一个您喜欢的性格 或者信任的人品 如果他是全职 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那就更好了 我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我对一个客户说 您应该用您姐夫的服务 支持一下他的工作 否则他会生气的 这个客户说 我有跟姐夫商量 他也同意我来找您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姐夫只代理两三家的公司 说不定哪天就不做了 因为他也是兼职新人 那个时候我才想到 David Deford 他的调查报告说 保险业务的新人 在12个月内的离职率是90%到95% 原来长期做一项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举例来说 我唱歌就是半途而废 结果现在五音不全 不过可以保证的是 在理财受险服务员 这个岗位上 我会一直坚持坐下去 如果上帝允许 我会一直到105岁才退休 如果您愿意找我聊天 无论是信仰还是运动 养生也好 理财投资更好 那我们所代理的45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我们的团队会为您做详细的分析和介绍 最后呢 理财福音使者余英 愿上帝祝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